開啟OpenScory的電子白板工具之後 如果您是要進行畫面上的繪圖 請您先到左上角 選好您要的筆刷顏色粗細 接著按下上方的顯示桌面 就能回到您的桌面畫面上 但是在螢幕的左方有相關的繪圖工具 還有右手邊Scory的一些相關的動畫內容 您也可以把它做一個收合的狀態 如果您要開始進行繪圖的時候 選按這個筆刷 您就可以在上面用剛才所設定的顏色 線條的粗細進行繪圖的動作 這裡也有螢光筆 在繪製完成後 如果您想要操作原本的軟體或是網頁 您可以直接切換到游標選項 這個時候就恢復成原本的軟體功能 完成之後您可以選按上方的這個 回到Scory的原始畫面中 OpenScory除了提供螢幕繪圖的工具 其實在它上面還有很多跟教學相關的應用程式也好 或是繪圖的一些形狀工具都在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那首先如果您需要顯示螢幕上的鍵盤 你可以按下這裡就能夠顯示出來 另外如果您需要在上面做一些基本的形狀 例如三角形、矩形 可以在螢幕上直接繪圖 這些繪製出來的物件 您可以使用箭頭工具進行選取與移動 像這邊還有提供對齊的工具 您就可以比較方便的去操作 在OpenScory中 除了剛剛所看到的桌面工具 繪圖工具以外 其實它還有很多互動的一些程式在裡面 例如這裡有砝碼的工具 您可以按下之後新增至頁面 那麼在下面這個地方 您可以切換到互動的模式 讓同學進行課堂上的實際操作 Sankory其實還有提供很多的這種互動工具 包括像骰子 這種九宮格式的回答問題 您都可以多多試看看喔 就是實際上的計劃 是不是很像